這些一般是怎樣切割薄餅的方法 現在有一個新方法 一般人切薄餅很簡單 就是一個圓形的薄餅 第一次一刀砍開一半 然後再砍,然後變成四分之一 然後又在中間不斷對砍 分開六分、八分之一 每一個好像... 呃... 漸漸的,一餅 傢伙叫什麼? Slic Slic 一個類似三角形 不過他不是在等旁邊 有一個圓形的外面 鬼佬那邊 不知道有個數學家研究 他說什麼切薄餅不好 為什麼呢? 他說什麼這樣不公平 然後我一開始想怎樣不公平 每個人的尺寸都是差不多 他說不是 他說因為有些人喜歡隨便 有些人不喜歡隨便 他這樣說 就是那塊麵包 他說通常這樣切薄餅的人 就會切一個同心圓出來 你知道什麼是同心圓嗎? 就是圓心是同一點 但有兩個圓形 就是有些人喜歡吃裡面那塊 就是很多餡料 有些人喜歡吃外面那塊有個麵包 隨便 他說這個尺寸就不公平 他說有些人不公平 不是公平的不好 他說要怎樣做呢? 所以他現在想了一個新的方法 他一開始就說 你照樣好像這樣對切 但是他要切到有模型 切到好像風扇的扇頁 封車這樣切 切完之後再在裡面再割開一半 他說這樣就可以做到全部是一模一樣 都是一些彎月形的薄餅 然後就 總之你會看到裡面就是一個星星的東西 你會看到一個風扇狀的切割法 總共就可以切出十二份 我這樣用口說很難解釋清楚 但是你上網看圖就知道 他一開始就整個風扇 你當全部是胡月形 在這裡切 照舊切三刀 等分 然後在每塊胡月 那塊細分裡面 再割開一半 他總共有十二塊這些薄餅 他說這樣就最公平 因為他裡面 就是餡料的有六塊 有隨便 有麵包的也有六塊 他說十二塊就很公平 那數學家就是研究這些 這些怎樣切薄餅 你們怎麼看 我覺得挺好的 應用到生活 我一數學就應該這樣應用 你怎麼看 我告訴你 其實他這個也不公平 我現在想到一樣很差 我立即贏了他 我立即想一個方法 最好最公平的方法 你知道是什麼 我已經想到 聽著 就是炸汁機 一開始把薄餅 塞進去炸汁機 搞背 嘎嘎嘎嘎嘎嘎 然後分給不同的人喝 就是最公平的顯體 每人拿個涼杯 你怕不公平就拿個涼杯 每人喝一百毫升的薄餅 每人喝一杯 最高 哈哈哈哈 說得最公平 我告訴你 這個數學家也不夠公平 讀死書 這個數學家 你知道嗎 因為你那些脆便 我說餅都不同 例如這邊 可能 燒焦一點點 脆一點 嘩嘩 我這邊脆便 我說不脆 搞錯 立即發脾氣 打架我 因為這樣 閃陽城世界大戰 第一次奧巴馬和普京吃薄餅 就是這樣 因為欠脆便 欠脆便 欠脆便 第三次世界大戰 然後剛好說我 我說 Shut up 我說不公平 我說什麼 大家欠脆便 薄餅 我就拿了炸汁機 搞 我說每人喝一杯 我說和頭酒 每人喝一杯 我說普京 本年 我說 我說奧巴馬 然後他們兩個乖乖地喝薄餅 之後就馬上和如初 我說delicious 好棒 你們怎樣 又說買多一盒 不行 不行 因為他剛好這個脆便 剛剛焦焦的 他最喜歡 第二個就未必做到這些 受熱不均勻 不可能弄得這麼完美 你薄餅 和你這麼精刁細 對 對不對 不可能 哈哈 哈哈 另一個人說 還有一個公平的方法 是怎樣 一下子扔到垃圾裡 哈哈 一下子扔到垃圾裡 哈哈 哈哈 全部人都沒有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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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又智 唉 一下子扔到位置 這樣全部人都沒有 吃 最公平 那就浪費食物 大哥 不這樣 雖然很公平 你的確說得很有道理 但是這樣很不對 浪費食物 我們宗旨盡量 不浪費食物 那就不可以這樣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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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有什麼好笑 真的很好笑 如果你有幽默感的人 就會覺得很好笑 啊 什麼自己說自己笑 這個都不是我說的 別人說的 你們說的都不是我說 關我什麼事 哈哈 我為什麼自己說自己笑 哈哈 哈哈 明明都不是我說 痴媽筋 都不是我說什麼 說自己笑 你們說的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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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怎麼看 好啊 我比數學家 諾貝爾數學生 我今年會連奪 諾貝爾救命獎 和數學獎 因為我解決了 史上數學難題 蛤 什麼 怎麼看